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N频道 今天阿N继续和大家分享关海珊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我们就讲到关海珊在2001年 就在拍摄连续剧公司暖视多的时候 就因为中风的关系 从此就退出荧幕没有再拍摄 今天我们就继续和大家分享关海珊的家庭趣事 一些家庭方面的事情 关海珊经历过四段婚姻 这四段婚姻里面 头三段婚姻其实都没有正式注册 是去到第四段才有注册 关海珊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当中包括第一任妻子的养女 她这个第一任妻子在广州认识 另外还有第二任妻子 第二任妻子叫王丽 第二任妻子和她生了长子 关楚雄 另外第二个儿子是关聪 关聪在无线里做个小生 第二任妻子王丽 就是关海珊在越南认识的 另外第二任妻子也帮她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女儿叫做关远清 然后是第三任妻子 她的第三任妻子叫做叶和水 帮她生了一个女儿叫做关志盈 她的第三任妻子 就是她在马来西亚认识的 及至到最后一任妻子 叫做曾蒂庸 曾蒂庸是关海珊在新加坡认识的 曾蒂庸帮她生了一个儿子 最小的儿子叫做关可慧 关海珊四个老婆都是四个地方 不同的地方认识的 分别是广州、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关海珊在2001年中风后 就适应了,退休 在2004年至2005年期间 她的病情渐渐很转 但仍然很反复 在9月11日凌晨6点 在她家被她当时的太太曾蒂庸 发现她不舒服 马上送她去港华医院 送到医院后 其后因为高血压和旁尿病 的病发症 延到同日早上7时15分 关海珊在医院中病洗 当时关海珊享年81岁 关海珊的灵音 就设置在圆圆学院里面 接下来,Lam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关海珊曾经拍摄过的粤剧 关海珊演出过的粤剧 有1962年的《望梁滩》 1962年的《仗义还妻》 接下来是1963年 就有《猴子兵》《华山救甲》 接下来是《五间雕妻》 都是六三年的《英娥杀嫂》 接下来是《八仙闹》《东海》 接下来是《铁岩相邻》 接下来是《李仙》 接下来是《六三年》 《不斩留难势不还》 这套就是《大龙凤》剧团出品 接下来是《一九六七年》 《情合闹船公》 另外是《一九七三年》 就参演过一套《阳门女将》 这套《阳门女将》 当时就在《新舞台戏院》 和《新江戏院》上映 当时的剧团就是《新中华剧团》 然后就在《一九七六年》 就参加了《感秀》剧团 《感秀》剧团演出的剧目就是《仗义杀亲乙》 分别在《新舞台戏院》和《丽舞台戏院》上映 然后就参加了《感丽华》剧团 演出的剧目就是《血症嫁衣手》 就是《一九七七年》在《新江戏院》上映 然后就《一九八四年》 就参加了《八和月》剧团 就在《高山剧场》演出 剧目就是《征袍环金粉》 和《龙凤争挂水》 分享完关海山曾经参演过的《粤剧》 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 关海山演出过的《粤语》片 一九四九年就参演过 《珠卖神婚妻》和《有冤无路嫂》 接下来就一九五六年 《涉丁山三气范妮花》 关海山就饰演《涉子龙》 接下来就1962年就有《红鞋耳》 关海山就饰演《唐三藏》 接下来就《仗义还妻》的《上集》 接下来就《火龙露吞》《霜虎掌》 另外还有一曲《琵琶洞》《看王》 接下来就《仗义还妻》的《下集》 另外就有一套《亡梁摊》 关海山饰演《文景墙》 然后就《春满帝王家》 就饰演《石通》 接下来就还有一套《红梅仙》《借诗还云记》 关海山就饰演《妙子园》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阿N和阿铃频道 好,下一集继续跟大家分享关海山的演艺人生 拜拜